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1月12日 新疆飞虎旺杀上海大鲨鱼 周三晚上 CBA常规赛继续上演 届时上海大鲨鱼将迎战新疆飞虎 两队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上海大鲨鱼最近连战连败 球队攻防表现有下滑的势头 金帐面对近旅新疆飞虎 上海大鲨鱼凶多吉少 近期上海大鲨鱼表现欠佳 连续输给福建巡和北京紫金勇士 球队战绩降至11胜15负 跌至联赛第14名 上海大鲨鱼在不敌北京紫金勇士的比赛中 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短板 内线被对手完全压制 外援发挥不够稳定 马古斯丹蒙出场19分钟 11中两只拿到7分和两次助攻 全队都靠聚费迪达来支撑局面 他17中8拿到26分 5个篮板和7次助攻 要知道 上海大鲨鱼赛季前是CBA动作最大的球队 刘征 可蓝白克 因伤缺阵 这样的引员是有利于球队实力提升的 但是现在上海大鲨鱼已经进行了26场比赛 11胜15 负明显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理想战绩 其实上海大鲨鱼的问题是明显的 球队的内线极其薄弱 张兆旭又老一岁 本来自身攻击能力就不足 而且随着年龄增加对防手端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再看看状元区郡旋 军场只有12分钟上场时间 各项数据都不如人意 以董汉林这样的封线球员位根基 实在很难抵挡新疆飞虎豪华封线的冲击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王瞳殷商必战 继新疆飞虎大胜福建巡后 新疆飞虎以21胜7负的战绩继续在联赛中名列第四 与浙江金牛相差不大 只是胜率上有些微差距 对主教练阿德江来说 蒙迪祖拿斯和周琪的内线组合 可以说在整个CBA联赛中都是独占凹头 能够挑战任何球队的内线 在曾另续复出后 阿德江将带领球队全力冲击联赛前三名 蒙迪祖拿斯场均能贡献23.1分 14.1个篮板和4.4次助攻 周琪场均贡献21.8分 12.2个篮板和3.3次助攻 新疆飞虎的内线在本季的比赛中占据了很大优势 根据双方的赠合实力和人员配置 新疆飞虎占据了很大优势 尤其是周琪和蒙迪祖拿斯的双塔组合 可以给对手致命一击 此外 麒麟和唐才玉两个封线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威胁 上仗比赛中 麒麟的发挥十分亮眼 不仅在外线多次命中远投三分 而且积极空切篮下 多次线上既经四座的入尊 上海大鲨鱼的防守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再者此前两队最近三次交手 新疆飞虎都能够获胜 并且最近一次还是赢足31分 这样的心理优势 新疆飞虎金账必胜无疑 阵容方面 后卫希尔扎提养伤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篮球快讯 李亚西报导 请关注我们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精彩赛事 尽在M直播 中文字幕志愿